早安 高先生 立法會憂會很久沒聽過你的聲音 今天特地來找你聊天 對於昨天審計署出了一個新報告 關於招聘公務員 你有甚麼看法呢 事實上今天是9月4日 昨天審計署出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招聘 中央招聘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困擾我們 事實上回歸的時候我們有17000公務員 現在將近差不多有4萬 一直以來很多澳門市民都質疑究竟公職是否公平公正 公開透明度高令到大家都是公平性的情況之下考公職 但可惜就是今次我們見到這個報告指出 除了大量的公帑去做中央招聘和大量的人手 審計署說到中央招聘缺乏一個整體橫觀的看法 兼顧內部的管理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令到今時今日的中央招聘失敗 過去的將近差不多10年 這個中央招聘困於我們的特區政府 很多政府部門 譬如舉個例 有一個司機 轉了工或者他離職 要等兩年 足足等兩年才可以請到一個新的司機 這種形狀造成了很多澳門市民 覺得很大的問題 造成了今時今日有這個困擾 事實上 中央招聘的時候 當時設立的時候 特區政府沒有告訴我們 究竟由當時的制度 即是每一個政府的獨立部門 請自己需要的人 直接到行政公職局 去統籌 去中央招聘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相信由於沒有科學的研究 亦都沒有數據體驗到 究竟當時 獨立自己一個政府部門請人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 泛南 令到差不多叫做 大部份的 政府部門 都是 請自己人 我相信都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地方 今天非常之嚴重 我們不能斬腳趾被沙蟲 事實上我們今時今日見到這個中央招聘 在我自己的角度 應該取消 因為第一 你現在用的錢 用多了 你看 審計報告他講到 現在行政公職局 他裏面是有 制度人手方面 當時是一個局長 兩個副局長 六個廳長 今時今日 因為中央招聘其中一個原因 一個局長 三個副局長 九個廳 十七個處 這種大量的 擴大 那個編制 而 達不到那個效益 是令到我們 質疑 究竟 今時今日 這個審計的報告 行政法務司是很關鍵的人士 因為他是一個監督實體 監督行政公職局的運作 對於這種 審計署的批評 有甚麼責任需要負擔 對於不救將來 是否繼續堅持 用中央招聘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懷疑 因為事實上 如果沒有效益 不如直接取消 要將這個責任 給每一個局級裏面的局長 自己掌注意 主要他遵守規矩 遵守公職法裏面的義務和責任 和對社會有一個交代 包括 透明度要高 這樣才會令到 大家都覺得 公平公正去請 以及 沒有那麼官僚 因為事實上現在這個制度 非常之官僚 非常之用太多公帑的錢 和人手那方面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 所以不怪得 我們回歸的時候 萬七 現在快要四萬 未來的 行政長官身的行政長官都說到 我們真的要控制 人數 但我在這裡補充一句 就是說 我們需要檢討 究竟現在所有政府部門裏面 有多少是多了人 而沒有那麼多事做 可不可以平衡 將這部份的人 去其他政府部門 因為社會的變化 社會的需求 他將他 裏面的人調到這個部門 因為他多了事做 譬如旅遊局 事實上 現在我們是博彩龍頭 旅遊行業 當然你旅遊的環節 需要多些人 所以在這方面 特區政府真的研究 如果你真的錯了 要承認錯 要承擔責任 還有要有吉使 即使 要認 制度是有問題 既然有問題 我始終覺得這個制度 是需要認真去改革 而這個改革的其中一個意見 我剛才所說 是需要給權 局級裏面的局長 自己招聘人 但主要 你老實 透明度高 我覺得他會解決到很多問題 我還想問問你 這個報告也是一連串的報告 指出了很多嚴重的問題 但奇怪的是 這個報告和其他報告 亦沒有提出有關的責任 官僚超資和無能的官員 吳高先生有甚麼看法 你提出的挺對的 因為這些制度是無能的官員 製造出來的 但關鍵就是監督實體 即是所謂司長 是最大的問題 今時今日 主要是主要官員的通則和主要官員的守則 至今未修改 令到今時今日的高官 所謂 他官司落實不到行政將官的理念 尤其是每一年的施政方針 他應該承擔責任 三番四次 我們都見到審計署 批評得非常之嚴重 行政公職局 但是三番四次 這個報告雖然是沒有說到責任的問題 但是行政葬官都 出來說了說話 行政法務司都說到 這種這樣的態度 包括非常之嚴重 就是前任的檢察院都曾經說過 收過 十四個電話 就是要求 加插 即是塞那些 他自己的高官的親人 去檢察院 當時我在立法會都問過行政將官 究竟你有沒有你手上除了 前任的行政法務司和現任的行政法務司 曾經 的確的 何千明說過 收過電話 塞那些親戚 在檢察院 但是還有十二個電話 還沒 匿名出來 我們還未知 這個是一個 很清晰的 最近 是證明了 中央招評失敗 即使還有途徑 還有後門 還有所謂澳門市民經常說到 適人好過適智 渠道 去塞那些人 尤其是現在 今次的報告沒有說到 就是關於自治機構 因為自治機構 包括 所謂一些有行政 和財政的獨立 他們請人 根本上不需要跟 公職法 因為他們有來部的規章 由於他有來部的規章 就變了 好像 公司 早幾天都看到 生產 生產力 中心裏面 都請了很多 自己人 入面 這個是冰山一角 不等於 不等於這個部門 是有其他部門 但是事實上 監督實體 我始終都是 你既然是五個司長 你是監督實體 如果你做不來 不如七個司長 現任的司長 現任的行政總官 都可以選擇多些司長 如果你做不來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是做得來 五個司長足夠 問題是 他監督的時候 他屬下的部門 失敗 造成了今時今日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於公務員 所謂的 中央招聘 高先生 又有甚麼解決方法 避免 那些人 識人好過識字 因為澳門的人 很多都說 識人是好過識字 今時今日 公務員 都很辛苦 因為由基層 去到局長 他的壓力 很大 因為市民的要求 很高 造成了今時今日 受於 市民的壓力大 要求高 政府亦都加強了 管理 亦都有 所謂 每年的評核 回歸之前 局長不需要評核 現在就需要評核 誰要評核他 就是司長 如果你已經是 有個健全的制度 為何仍然出現這個問題 關鍵就是今時今日 司長不需要負責任 他做錯事 他不監督 好像現在這個審計的報告 審計行政公職局 誰監督行政公職局 就是行政法務司 但是行政法務司出來 一句對不起 一個 所謂 疏忽的 缺陷 都不肯 對澳門市民交代 這件事 我覺得是挺好做的 如果這樣 高官來講 收幾十萬 又有別墅 又有管家 又有黑色車 又有保鏢 又有隨私 那就不需要承擔責任 全部的責任 就推殺你那些局長 推殺你下面的 所謂其他 公務人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失敗的事 所以根根到底 我們回頭 如果要 解決中央招聘 首先 未來 行政將官 一定要做好 高官的問責 如果沒有高官的問責 這些事 重複的又重複 澳門市民 已經聽得太多 有時 聽得來 看得來 審計的報告 都看得悶 因為那些報告出來 沒有效果 他那邊有 他那邊審計署批評 你政府馬照跑 沒有照跳 舊式繼續 這樣運作 究竟 最後埋單是誰 就是澳門市民 我希望有一個轉變 對將來的 行政長官 何一勝先生 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們期待 他的 管制 能力 包括他的 團隊 是可以真是 為澳門港大 澳門市民 謀福 希望我們生活的 質素 是越來越高 和社會公平公正 我們才會 服這個政府 多謝 多謝高先生 抽時間 多謝 下次再談 多謝 多謝 多謝